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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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帶著我 痛苦也摸索 是誰帶回逼我 又想問我 也許是你 也許是我 彼此都無謀 渴望比你太久 我 夢裡的風輕輕吹過 像我一樣穿過 像我一樣失落 能不能留下來擁抱我 握住我的手 告訴我 再告訴我 愛我勝過一切所有 但是走來不肯對你說 說一句不完美的承諾 不肯對一次說 我一生有幾次選擇 一生有幾次選擇 是你溫柔 緊緊地摘出我 不想回首 不能回首 回首又在你的眼中 但是從來不肯對你說 但是從來不肯對你說 是一句不完美的承諾 不肯對自己說 一生有幾次選擇 是你溫柔 緊緊地摘出我 不想回首 不能回首 回首又在你的眼中 看到更久 麥德威 沒有欺負我 照你剛才的說法 再加上你一臟告訴我 你的婚姻 根本不明白 仇恨 需要時間去化解 誤會 需要事實去澄清 可是我相信 總有化解和澄清的一天 你們姐姐兩個 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 小剛 你剝奪了你姐姐 跟姐夫單獨相處的時間 這點時間算什麼 如果你們是一對恩愛的夫妻 你們會生活一輩子 難道 你認為我們不相愛 我最近在外面聽到一點風聲 你跟我一段之間的恩恩怨怨 把我姐姐嫁得住 她很為難 也很痛苦 是不是有這回事 你可以當面問你姐姐 她 我姐姐是很有苦水的人 我要了解她 她什麼都不會說 我要聽你說 小剛 我們很好 而且 我們夫妻這件事 你不要插手 你不懂 姐 她跟我保證過 結婚以後 要愛你 疼你 保護你 絕對不讓你受半點委屈 如果她做不到 我不會饒過她 而且 我手上還有一張 白血黑字的保證書 怎麼會再回事 當時 她拿槍筆著我 逼我寫保證書 我沒有告訴你 小剛 這種事簡直荒唐 我不管那麼多 我只要她要對你好 可是現在 情況好像有點改變 聽一張的口氣 她很擔心你 我很好 正在為她 做一些澄清的工作 等告一段落 我會去看她的 小剛 她晚了 回去吧 好 我走了 不過以後有空 我會常來拜訪 隨時歡迎你 隨時歡迎你 姐 多保重 有事 隨時給我電話 我會有事的 請她們 小兒 那對 很抱怯 我不知道有这么一段插曲 笑容 这不是插曲 而是我们婚姻中的主题曲 我嘞 谢谢你 谢谢你 醒了 我怕在你手上睡着了 你太累太累了 你的手一定满了 没有 能够给你整着睡 看着你睡得好沉好香 是我觉得 我总算是还能够为你做一点事情 刚才我睡着的时候 你一个人在做什么 看着你 偶尔想想心事 有胡思乱想 没有 你可不可 我不可 你喝 你喝 能不能告诉我 我刚才睡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说出来 我怕你会笑我 怎么会 我想听 我在想 假如我带着你 就像是一个平凡的农夫 在离山上种果树 早起晚归 没有大轿车 没有豪华的别墅 走的是山路 住的 是自己盖的砖瓦房 身体很硬朗 跟阳光 跟树 跟山 生活在一起 你说那是什么滋味 那是另外一种味觉 一定很有味觉 一定很有味觉 我也这样想 事实真的是好奇怪 穷人追求富有 富人希望偿命 生病的人 只求健康 人生究竟在追求什么呢 而有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 又都不一样 幸亏我不是上帝 你怎么突然这么强 当上帝 一定是一件好累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向上帝祈祷 而每个人祈祷的内容 又都不一样 上帝 要应付那么多人 那么多不同的愿望 你说当上帝 是不是一件好累的事情 你可真会想 躺在病床上 腿又不能动 只好用胡思乱想 来打发自己 成功 失败 失去 获得 当一个人失去健康的时候 对这些东西 会看得好淡 好淡 其实你能这么想 倒也蛮好 对你的心情 对身体的复原 都有帮助 艾伦 事事真是变换不定 我一直在想 只想到 只有感情一样是不变的 是不变的 不管感情情舒浓淡 亲情 毕竟永远是亲情 你在想一次 我是在想的 它是我世上 亲人之一 她的身体里 有我的心 我很想她 要不要我到南部去一趟 你去 求她任务我这个父亲 你试过了 小容也试过 只有我 还没有尽过一份力 也许 我能说服她也说不定 你忘了小容说过了 她要我 到离山上去种一点果树 到乡下去养一点鰻鱼 她才肯定我这个父亲 那是赌气的话 只怕你取了 又碰了的钉子 我怎么忍心呢 我相信人心都是一样的 会有愤怒不平 同样的 也会有感动妥协 为此 应该不是一个绝情的人 那 那你什么时候去啊 趁你还没有出院的时候 在医院里 有一身护士可以照顾你的病 另外再叫五嫂来照顾你的三残 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去 明天 就明天 但是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什么 在名义上 你是她的继母 一般来说 对继母这两个字 永远是有排斥的 我心里上有准备 刚开始总难免 等她认了你这个父亲之后 我有把握 跟她处得很好 谢谢你 艾明 事情还没办成呢 先不要谢得太早 先不要谢得太早 请喝茶 谢谢 原来是客嘛 更何况 您是白太太 亲手为您泡杯茶应该的 不敢当 当我是普通客人就可以了 我是个直肠子的人 朋友邻居都笑我 说我是豆腐心肠 钢刀嘴 要是说错了什么话 你不要建议啊 哦 你先生想跟我说什么 白先生来过了 木律师也来过了 看起来 为死这孩子 是动心了 不过 后来我问过他 他还是这句话 哪句话 无论如何 总觉得不甘心 他非要白先生呢 去离山呢 种一点果树 来这儿养一点鳗鱼 他才可认这个父亲 当初 木律师回台北 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 那是一句气话 我也是这么想 后来才知道 他是认真的 真是个死心眼 所以 我劝您不如回去算了 就算是见了面 说不定大家更难看 原来您是担心这个 不要紧 我既然来了 就不会在乎他给我任何难看 总是要把心里话说明白了 我才会走 他也该回来了 对了 您刚刚说 白先生病了 严不严重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这个病 对白先生是很大的打击 我当初也很不谅解他 事后想想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要不是我妹妹真的很爱他 也不会坚持把胃丝给生下来 现在 舅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我叫黄爱玲 现在是白太太 我记得了 白太太从台北赶来 有重要事啊 要告诉你 来 坐下来 还是那件事 他希望我跟他做父亲 我的确是为这件事来的 我已经告诉过默女士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知道 他也认真考虑过 不过 现在他已经做不到了 为什么 我母女吃了二十多年的苦 难道 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他生病 一种叫脊髓炎的病 人还很清楚 上半身也还能动 只是两条腿瘫痪 之后半辈子 都必须坐在轮椅上度过 这是真的 如果你现在看到他 你会发现 他简直变了一个人 头发更白了 更憔悴 更衰弱 也更苍老 如果 你真的是他的亲生女儿 相信你看的也一定会心痛 怎么会这样 事实就是这样 太多的人责备他 埋怨他 甚至诅咒他 我不明白 他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错 要接受这一连串 常人无法忍受的打击 如果说是惩罚 我相信老天爷对他的惩罚也该够了 如果你认为还不够 还不甘心 将来有一天 等你真正接近他 了解他 你会为自己的坚持 而懊悔 自责 他的病不能治好吗 现在的医学还不够 只能尽量不让病情恶化 你不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想那个画面 一个曾经纵横商场的大企业家 几乎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如今 如今变成一个衰弱憔悴的老人 每天坐在轮椅上 看着浮云飘过 看着日落日出 身边没有任何亲人 没有儿女 没有媳妇 连他最亲的孙女 也掀踏而走 他的七叶王国 面临被接管的命运 所有陪伴他的 只有孤单 没有人 寂寞 凄凉 或者还有许多 还没有褪色的记忆 至少 他还有你 我只是他的妻子 可是 你是他今生的女孩 没有没有尽量是 绝你 没有尽量是 真的 没有尽量是 加油 是啊 到了这个时候 他最需要 最渴望的 莫过于亲情 可是 他求不到 就算他愿意 他也不可能去种果树 养麦鱼 至少 我还没看见过 一个坐着轮椅 种果树 养麦鱼的老人 请你不要再说 不 我今天来 就是要来把我心里都说出来 否则 我每天看着他表面上强颜欢笑 内心却痛苦孤单的样子 我也受不了 他说过 世间事 有很多都是可以改变的 只有亲情不回 不管亲疏能带 亲情 永远都是亲情 他真的是这么想我 这么希望我认他 有些事 根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他来看过你 如果你们身体里的确留着相同的血 你就应该可以感受 而不必来问我 就就是个粗人 连舅舅都感动了 你也不必看我 你长大了 自己应该做个决定 他现在住在医院 你不在他身边 谁在照顾他 医生和护士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赶回去 该说的话 我都已经说完了 我始终相信 真正的爱 可以战胜仇恨 该怎么决定 我想你会好好地考虑 我会的 我走了 我想就算你不认他 至少你或许会去看看他 再见 您慢走 我不送了 不客气 再见 好 再见 您慢走 您慢走 我不送了 啊 3 啊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你不会来看我了 你想这怎么了 这两天 喉咙捅得好厉害 声音啥呀 几乎都快没声音 大夫叫我尽量少说话 你找到了李文威里生的女儿 她叫李卫慈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白师凡 你真以为能一手遮天呢 找到了亲生的女儿 这下你可称心如意了 还不能算是 她到现在 还不肯认我这个父亲 反正你找到了她 认不认是迟早的事 以前你所说的话 发的事全都不算数了 我告诉你 以后 我不会再想见你了 何苦呢 年纪都这么大了 我们 我不要听你说 你要认李卫慈那个野种 就不要认我这个大姨子 你做不到 我做得到 这两袋 是当年你送给家云的股票 家云死了之后 转送给我 现在我还给你了 目前你需要她 我不需要股票 只要你不卖 只要你在董事会上 支持我就可以了 还是你自己支持自己 比较保险 我要走了 走得远远的 走得远远的 去哪儿 我不必要告诉你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我还留着台北干什么 看着你再去 已经够我受的了 再看着你跟李卫慈团圆 父女两个亲亲热热的 我坦白地告诉你 我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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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你们姐妹两个 我偏偏选了家云 已经够使你伤心的了 你为我终身不嫁 还逼着我发誓终身不娶 可惜 我办不到 我们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三十年 其实 只是为心里头 那个打不开的结 你明白就好 至少 我对得起你百事凡 今后 你有何爱莲照顾你 还有你刚认回来的宝贝女儿 你可以好好地享受你的天文之乐 至于我 至于我 最好还是 眼不见 心不凡 一走了之 你有没有考虑他 小荣 小刚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都已经大了 我只说我出国旅行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你出国 就算你去旅行 总得有个回国日期 不见 那就要看 我怎么才能打开心里的那个结了 这一点 用不了你来操心 家伙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爷 祖教我一生 一世都在福人 福了你 福了家云 福了李温 将来 将来 将来说不定 还要辜负爱恋 那是 那是因为你是天生的桃花蜜 风流肿 所以才会有 为什么不说下去 还说我替你 一手 所以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报应 家伙 如果你不走 我心里会好过一些 不 我必须要走 我心里才会好过一点 这是我 这一阵子我每天冷静思考的结果 否则 如果我遇见这个李温辞 说不定 他不是被我骂走 就是被我气走 你愿意吗 七十年了 哥姐一点不改 早就改不了了 你年纪也大了 自己的身体 自己保重 我虽然恨过你 咒过你 但是 这 总是感情一场的 好 我走了 再见 我走了 我走了 再见 我走了 再见 那 柯 你 你可以 消制 我有苦衷,希望您能谅解。 也不必解释,谁没有苦衷呢? 我今天来不是谈这件事, 我只是来告诉李医生, 最近我要出国一段时期,出去散散心。 怎么一直没听您提过呢? 是最近才决定的。 您打算去哪里? 如果是去美国,我可以叫总公司派人接待。 也不必麻烦了。 这点还没有决定。 妈,遗仗她知道吗? 这么忽然提她干什么? 我总觉得,您挑这个时候出国去玩, 好像,好像有点不对劲。 有什么不对? 遗仗的病您是知道的, 尽管你们俩平常吵吵闹闹, 可是我知道,您心里还是很关心她。 总不能关心一辈子吧? 我是真的想出去散散心, 没有别的。 你们俩一定要好好地过日子。 还有小刚, 他是人如其名, 性情太刚烈了, 你们做姐姐姐夫的, 一定要多照应他。 只要他愿意, 我们是当然会的。 古人有句话说, 一世夫妻, 七世缘分。 可见得, 做夫妻是多不容易。 希望你们两个恩恩爱地过日子。 这样, 无论我到哪里, 我才放心。 妈,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好的。 我走了。 妈, 我将车送您。 不用了, 自己一家人, 不必客气。 妈, 真的没事。 有什么事, 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不过是出国散心。 好吧, 那等日期定了, 我跟德伟送您去机场。 到时候再说吧, 也许我跟你去团聚。 反正我还在给你电话。 妈, 祝你玩得愉快。 我会的。 妈, 再见。 我总觉得, 妈今天怪怪的。 老人家都难免, 比起我妈来, 妈要好多了。 至少, 太小的出国散散心, 我妈连大门都难得出一步。 人家都难受到。 你很明显起来, 我重复了。 老人家都难受到了眼睛, 你不可以没什么事, 你不和我, 让我饿起来。 你不可能? 你想什么? 她大概不会来了 你是说过一次? 我相信她会的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她必然也会有一段内心的挣扎 她一定会来医院看你 老范刚才来过 她说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你以后 只要每个礼拜 来做两次复健治疗 按时大臣吃药 病情就不至于恶化 不至于恶化 也就等于说 我这辈子做轮椅 是做定的 那也没事吧 至少你双手还能动 脑筋也还能 不要安慰我了 艾莲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事 结婚才两三个月 你的丈夫已经变了一个惨妃 我们说好不谈这件事的 而且 一生一再交代 你要多休息 少说话 来 我削个苹果给你吃 苹果 我 当年 李宗恩维茨 在离山上种的 不也是苹果树吗 李宗恩维茨 第三点 关于石化厂的污水处理问题 明年一定要增加预算 现在环保意识普遍提高 如果处理不当 会有相当的麻烦 先生 对不起 有位李小姐找您 李小姐 说是从南部来的 为此 人呢 快请他进来 是 是 是为此 他终于来了 为此 我听说 听说你身边了 我来看看你 我 我睡了点小病 今天早上刚出院 你们谈谈 我到厨房看看 晚上吃什么 好 好 好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急 不急 来了就好 先坐 先坐 请坐 好 好 好 你的腿真的好不了了 不恶化已经不错了 我们先不谈这些 你来台北舅舅知道吗 知道 他也要我带问你好 谢谢他 我 我想你要在这里住几天吧 住在这里 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 这里的房间多得很 你随便挑一件 如果你舅舅愿意的话 他也可以来住 我欢迎都来不及 他不会来的 他离不开那个麦鱼池 那就你搬这儿来住 卫兹 我很感谢你 何小姐告诉我以后 我心里也很难过 我心里也很难过 当时就想来 可是心里又有点怕 傻孩子 有什么好怕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们是妇女 妇女团圆是一件喜事 今天晚上 我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对了 对了 到现在 你还没有叫过我一声 是不愿意叫的 还是怕一下子开不了口 我从来没有 没有叫过 以前 我看别人叫 总觉得好自然 可是我 我叫不出来 总有第一次的 试试看 不要怕那为情 我是你 亲生的父亲 试试看 试试看 我 为此 我的好女儿 我的好女儿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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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爷 终于对我好了一次 你 让我的女儿回来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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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听我唱这首歌 你 你 能带给你忧伤还是快乐 失去的岁月里 我也有初恋的滋味 而鲸隔身中 我的情感不愿再做 嘿 不要拿麦克风来笑我 在惊吓中长大的孩子容易遭受 握紧你的心 我明了你的企图 在掌声中我不愿唱一点的歌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过 所以今天我才要告诉你 我不愿再做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爱过 我不愿意一个温柔成为我的枷锁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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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